叫观察庄严清净功德成就 这个清净啊 前面都解释了 这个清净是谁成就的呢 是佛成就的 不是我们修的 同学们要这个一点要知道 因为前面讲的难行道 易行道 易行道之所以易 就是他靠佛力 所以这个第一个清净功德的成就呢 是佛力成就的 不是我们修的 我们修学这个法门呢 阿弥陀把这个清净功德 无条件的送给我们 就他已经修好了 已经清净了 你不要再去加工了 你就老老实实的接受 同学们什么叫老实念佛 你慢慢就体会到了 什么叫老实啊 就你不要加工 给你这句佛话 你就张嘴念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生气就生气着念 高兴就高兴着念 就这么念 这就老实 你不要再加工 你念佛的时候还较劲 南无阿弥陀佛 那好有力气啊 你还往里面加工夫呢 不用就这么念 你有气就有气着念 没气就没气着念 能大声就大声 能小声就小声 没声就没声 就老老实实念 不要把你的东西往里面加 阿弥陀佛给我们这个清净功德 是成就的 不需要我们再去打扫打扫 你打扫了 你就辛苦了 所以这个法门呢 它是给予的法门 这所有功德都是阿弥陀佛给我们 怎么样给我们呢 用这一句名号送给我们 所以这个观念呢 我们要从头贯穿到尾 就不是我们修的 我们从29种观察门呢 观察29种功德呀 大家要记住 都是佛给我们的 现在我们开始数钱了 佛给我们的钱 我们不是数别人的钱 数佛给我的钱 你要读别的佛经啊 通图法门的经典呢 你是数别人的钱 不起贪嗔痴慢 不怎么怎么 你在数别的佛菩萨的功德 不是你的 这个法门呢 是阿弥陀佛把圆满功德给我们 我们现在开始数 数什么 数自己的 佛给我的 越数越欢喜 越数越欢喜 这都是佛无条件给我的 然后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有赞佛的味道 哎呀 佛这么好啊 给我清净 给我慈悲 给我亮 给我光明 给我形象 给我 哎呀 这样学起来才有劲 你学了之后 你要照着这个修啊 你就走南行道 你就跑偏了 对 爹 我们 сначала 拼帮 拼帽子 拼帮 成